如果你赢了 我给你一百万佣金 那我要是输了呢 做我女朋友 冷叔 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 工作上的事 我不能自己跟你谈了 因为 我可能已经有经纪公司了 什么是可能有经纪公司的 你还记得我复赛的时候 用的视频吗 好 我还想问谁给你拍的 比周董拍的那个强太多了 你并没有跟那家公司 签订任何的协议对吧 确实没签 而且他们也没催过我 但他们越是这样 我也觉得不能过河拆桥 亲生二字会写在脸上吗 他找我 也没有聊签约的事情 而是跟我讲了很多利弊 我觉得孟小姐 不像是那种奸商 更像是家人 你说她姓什么 姓孟啊 叫孟什么 你们俩认识啊 你们俩认识啊 我还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要不是棱总的提示 我可能还不会卖出这么重要的地方 你考虑清楚了吗 我 她考虑清楚了 她个人呢 她就和我们灵智签约 所以就不劳烦孟小姐费心了 她们给你多少代言费 一百万 我可以帮你谈到两百 所以你要从中收取五十万的佣金 然后再问灵智要二百五十万 她可是袁文斌的外甥 你觉得她会在乎这些吗 两百万不像吗 两百万不像吗 孟小姐 代言人的事全权有我负责 所以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给你二百万呢 两百万的付出 两千万的收益 不亏了 这么自信 对不起 打断一下 我能不能 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啊 不能 那这样吧 你说说要怎么规划她 找到最适合她气质的包装方式 保证她的人气持续增长 让灵智使用她作为代言人的利益最大化 两千万也只是我的保守预计 可是公司 不止只有你一家哦 当然 你们可以找周玉给她拍视频啊 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你先回去吧 我们俩聊聊别的事情 好吧 陈阳 陈阳 明天下午两点我等你 我看你怕是要白等了 这么自信啊 就这么自信 我知道你有很多的债务需要偿还 但是我作为灵智的高管 公司的利益 我还是要负责的 我可以双赢 那我们打一个赌 好啊 如果你赢了 我给你一百万佣金 那我要是输了呢 做我女朋友